身邊事 社區事 莫加大事 關注社會熱點 關注熱點訪談 大家好 歡迎來到熱點訪談節目 我是主持人譚敏言 今天的熱點訪談 我們請來的嘉賓是新橋服務中心的行政主任 以及是稅務司陳浩元先生 George Chang 陳先生你好 Hello 大家好 謝謝陳先生八忙之間抽時間來熱點訪談 說起又說 其實2022年斬眼 非快地過了 已經進入尾聲 馬上又要到了一年一度的報稅季 不過對於很多華裔民眾來說 特別是一些長者或新移民 他們可能一聽到報稅 很繁瑣的稅務表格 又或者是比較高的代理費用 他們都會望而卻報 但是不報不行 一定要報的 據我所知 其實新橋服務中心 一直以來都在為社區 以及一些有需要幫助的人士 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務 當然包括滿年的一個報稅 既然陳先生上來了 所以請陳先生和大家先來介紹一下 新橋服務中心當初為何會成立 它成立的宗旨是什麼呢 是的 我們新橋服務中心 其實今年已經去到53年的服務的年份 其實53年前 我們一個開山的祖師 他們想著幫華裔的新移民也好 或者華裔的居民也好 就解決他們日常的生活問題 我們看回那個相片顯示 當年其實只是一個電話 可能一個服務的朋友 然後就可以幫大家打電話去解決 我們在美國生活的時候 遇到的日常問題 其實當時設立的目的 都是希望服務華裔為主 是嗎 是 華裔的新移民也好 舊移民也好 華裔的移民也好 總之可能主要都是叫做ESL 即是講英文不是很熟悉 那些朋友解決他們日常生活的問題 是的 這個真的非常好 因為很多時候 新移民也好 或者是一些老華僑 來到美國 可能他們真的為生計而忙 沒有時間去學英文 或者是更加多的環境 令到他們可以和一個主流的社會 有一個溝通 那語言障礙到目前為止 其實真的很多華裔朋友 存在著一個問題 那既然新橋服務中心 成立的目的是 為了幫助華裔的朋友 解決各方面的問題 那其實可能大家都想知道 究竟新橋 它有些什麼服務項目 可以提供給大家呢 好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 可能我們有個免費的報稅服務 每年都是很大型的 計劃來的 那我們去年都做了一層4000個稅表 就幫了4000個低西部家庭 就報他們的稅表 那最近大家都可能聽到 有些紓困金那些情況 那我們都通過這個報稅的方法 就去幫他們去拿回紓困金 那另外呢 我們這個中心裏面 就有些稅務律師 那我自己是稅務師 也有些會計師 就去幫大家解決一些稅務的問題 那例如呢 就是大家收到稅局的信 有時候可能呢 就很奇怪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無端端就說要收多少錢 多少錢 又說罰款又說成這樣 那不懂得看了 那不要緊的 那拿下來呢 我們的稅務司啊 稅務律師啊等等呢 就會幫大家去解決它 甚至乎有些 有時候呢 可能是身份盜用 就拿了一個公卡的名字 被人家盜用了 就去做生意或者是賺了錢 那有一些稅務的責任 那未必關你的事的 那我們的稅務律師呢 就會幫他呢 就是帶來上稅務法庭 那除了稅務之外呢 我們其他有其他的服務的 那包括了呢 就是可能叫做那些福利的申請 糧食券啊 白卡啊 還有一些低收入的 那些叫做上網的減免啊 電話費的減免啊 那還有呢 日常生活的問題 那個宗旨呢 我們還在做著 那幫人來看信啊 或者打電話去約一些 政府部門也好 醫生也好 那我們都會有這些免費的服務 那還有值得一提呢 就是我們有些移民入籍的服務的 那因為可能來了都一段時間了 就開始想入籍了 就做一個美國公民了 那就可以幫大家去做入籍表啦 還有呢 登記選民啊等等等等 嘩 真是非常之全面啊 不聽你介紹呢 可能我們都只是理解 可能新橋就是幫我們補一下稅啊 或者是解決下一些的糾紛啊 原來是這麼全面的 真是從一個新來度的朋友 完全什麼都不知道的話呢 其實都可以呢 請你們幫忙啦 一步一步的在這裡立足 那那 剛才陳先生和大家分析得非常之好 每一個的項目啦 其實也都是非常貼近大家的生活的 那只要你是有這個需要 可能都可以申請啊 那但是或者聽眾朋友 也都會有少少的問題啦 那既然你們有這麼多的一個服務項目啦 那其實這些項目 又會是面對什麼人的呢 是什麼人才可以申請新橋的一個服務呢 其實呢 我們就對外開放的 就沒有什麼特別說 就是哪一類人這樣 那打開個門口 那大家是有需要的 隨時都可以下來啦 我們辦公時間就可以下來啦 那可能有些服務計劃呢 就比如剛才說的糧食券啊 那那些呢 就是因為三分市市府提供的一些資源啦 那所以可能就很 極少數的那些服務呢 就有地域啊 或者是那些規定的 其餘的服務 就是好像報稅那些呢 因為我們疫情期間 我們開發了一個叫做上網的平台 給別人去報稅那樣 那我們看到有些朋友呢 例如南灣也有 整個西 然後然後北邊那邊 Sacramento都有 所以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叫做門檻的 哦原來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呢 只要你是在灣區啦 你都可以過來報稅的 是申請幫忙的 可以的 而不是只是局限於三分市的居民 是啊 沒有問題的 加州沒有問題的 是 那真是面向所有朋友 只要你有這個需求 需要到幫助的話呢 那都可以來到新橋服務中心啦 是請他們的幫忙啦 那或者在這裏可不可以 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其實怎樣可以找得到新橋服務中心呢 那我們的電話熱線是4154212111 那另外呢 我們有那個網址 就是ChineseNewCommerce.org 那裡面呢 也都有我們電郵啦 甚至乎呢 我們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們開發了一個平台呢 就是微信平台 那或者在那個微信上面呢 搜尋我們新橋服務中心呢 或者來我們新橋服務中心呢 或者來我們新橋服務中心門口啦 那我們有個QR code 可以加入我們的群組裡面 那我們有什麼消息啊 最新的活動啊 或者是可能日後公佈怎樣補稅啊 怎樣去拿回稅表啊 那些呢 我們都可以在那個群組裡面呢 還和大家分享的 嘩 真是非常的便文啊 很方便啊 那相信很多朋友呢 現在特別是華裔的朋友啦 都比較喜歡熟悉 是用一個微信的軟件來使用啦 那所以呢 你們能夠開通了這個微信群呢 確實是令到大家更加方便了 那就可以在群裡面 收到你們的最新消息啦 或者是有什麼需要求助的話 也都可以請教你們 那你剛才就說到呢 就說 報稅呢 其實是你們一直以來呢 是每年都一個重頭戲 是一個非常大的服務項目來的 那現在呢 馬上又到了報稅期了喔 那其實呢 就作為是每年要為大家服務去報稅的話 具體的一個操作會是怎樣的呢 是 那首先呢 我們想說說先 就是因為我們新橋呢 都知道很多民眾呢 都報稅那時候呢 都可能都想見一見 我們那些報稅的義工啊 或者是員工啊 這樣去交代他們那些 重要的事情 因為可能報稅都不止了 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呢 我們那個是 門口呢 就叫In person 就是那個在地的服務呢 就已經完全是恢復了 那所以呢 民眾呢 可以是一個選擇呢 就是親身來到我們新橋 就是交收他們要報稅的文件 那簽好了一個文件 那這樣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會去幫他們報啦 報完之後呢 就會是通知他們回來呢 就是拿回那個稅表 那一般來說呢 就十日呢 十個工作人裡面呢 都可以拿回那個稅表的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叫做在地的 親身來新橋報稅的方法 那另外呢 就第二個方法 就可以透過這個網站 那麼我們呢 就有個到時候呢 一月份開始呢 就有個電子郵箱呢 就開放的了 那麼到時候呢 大家可以發個電郵給我們 然後呢 我們就會是 可以交一個連結給他們 嗯 那麼大家呢 就可以上載 你們的 就是叫做上載 你們的報稅文件 那麼一般來說呢 我們都會有個叫做 很簡單的操作 就是可能用手機拍張照 譬如現在要你交個ID 那你就按個ID 那就上去一個那個網站那裏 那麼那個網站呢 是由這個水谷是批黑的 那所以呢 全部東西是保密啦 全部東西是安全的 那所以呢 就可以透過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親身來這裏 一個就是透過這個網站 交收那個稅表那裏 那裏都可以 明白明白 哇 那也有兩種方法 是提供給大家有不同的需要 那如果呢 是懂得上網的朋友 那也都可以 不用說一定要親身來到現場 你們就可以按照要求 拍下這些稅表 然後按照他們的網站 然後就上傳上去 那如果是親自來的話呢 那其實呢 如果我真的要來報稅的話 我要帶些什麽資料過來 才是可以達到你們的一個報稅要求呢 是 如果親身來呢 那因為我們都恐怕呢 就可能大排長龍 那親身來之前 那最好呢 就打電話來預約了先 那一般來說 我們星期六呢 就只是提供稅務服務 其他服務呢 就暫停 那所以星期六 全日全部都是在做報稅 那先來個預約 那就是肯定我們那一天 那個不會太多人在那裏等 不會說等太久那樣 那好吧 那關於帶些什麽文件來呢 那就是需要ID啦 公卡啦 去年的稅表啦 那今年要報稅的單章 那例如我們一般打工的W2 或者是一會兒可能會再講些少少的 自顧人士要帶些什麽來呢 那些報稅的文件 那我們其實都是想那些民眾呢 就是選擇這個叫做自動轉帳的退稅方法 那最好呢 就帶個支票來 那我們呢 就可以幫你做那個退稅呢 就是自動轉帳 那也都說多一句 就是因為最近呢 大家收到那些紓困金呢 如果你之前是選擇自動轉帳呢 紓困金就很快收到 那我們接下來不知道還有沒有啦 但是就是希望呢 大家都會選擇這個叫做自動轉帳 就不用說等那些支票呢 就等太久了 明白了明白了 那其實呢 好像你剛才所說啦 如果我要設立一個自動轉帳的話 其實只是帶一張支票來就可以了 你們就可以幫你辦理到一個自動轉帳的一個手續 是的 最基本呢 一張支票上面呢 就有一個銀行號碼 還有一個戶口號碼 那就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我手機上面有個apps 就是應用程式 可不可以啟到呢 都可以的 都沒有問題 都可以 那其實很多朋友呢 大家都很想知道 我報稅的時候呢 其實要帶些什麼呢 那這樣 那剛才陳先生已經很明確地跟大家說了 你要帶ID啦 你要帶公卡啦 帶上一年的一個報稅表啦 加上今年的一個報稅的一個資料啦 包括你的一個是W2 form 或者是自僱人士的一個form 然後的話呢 如果你想快點收到這個退稅的話呢 那就帶一張支票 然後的話呢 就設定一個自動轉帳的方式 那當這個稅局已經確定了是有稅 退回給你的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轉回到你的戶口 就不用那麼麻煩 等支票 有時支票呢 會寄失啦 那又不知道它寄了沒有呢 就會比較麻煩了 那所以想快點的話呢 就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做你啦 那其實呢 每年報稅呢 都是要這樣報的啦 但是會不會每一年呢 它報稅的一個要求和規定呢 會有多少的不同呢 那好啊 這個問題呢 問得非常之好啊 那就說多一點點先 那就大家都知道 最近加州的紓困金呢 就是需要你在這個2020年 準時報了個稅表 那才是合資格拿的喔 那所以呢 可能呢 我們都想提一提啊 這個機會 就是很多低收入的朋友 可能覺得 我不用納稅的 那都太過少錢了 其實報稅好像又沒有什麼用喔 那其實真的不是的 剛才那個例子呢 就非常的清晰啦 那如果你是有報稅準時啊 還要 那你就可能其實符合到一些退稅 那包括了那個紓困金啦 加州紓困金 也都呢 其實聯邦政府呢 是在這個低收入的方面上面呢 就有些稅務的優惠的 就算你沒有納稅 沒有需要報稅的要求 你有做工呢 很多時候都會拿到一些退稅的 其實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 低收入的朋友 都不要說不要報了他 都可能報了他 另外呢 也都想提一提 最近都發現到 有些叫做身份盜用的情況 那如果你的公卡號碼 或者你那個 沒有報稅很久呢 有可能呢 有些不法之徒呢 就拿了你的公卡 或者你和你的身份呢 就拿去報稅 然後去拿一些叫做政府的 低收入的補貼 是的 福利的那些 那所以 避免他這樣做呢 那你就首先報了稅先 那你就那個稅表呢 就會是 我叫做霸了的位 那其他不法之徒 就沒有得到 用你的情況了 嗯嗯 那這個提醒呢 真是要值得 大家提醒精神 無論怎樣都好 你覺得自己是 低收入了 我不應該要交稅了 所以不報稅 這個是很失策的一個行為 應該第一時間呢 無論有還是沒有 都報了稅先 那就穩陣了 那然後報了稅之後的話 也都可以呢 是會有機會呢 是有政府的一些補貼 或者是一個福利 那可以有機會拿得回的 是的 那其實呢 講起福利或者補貼那裡之外呢 我也都想提一提 那個報稅的好處其中一樣呢 就是有很多時候呢 你申請一些社會福利 又或者可能我們聽說的老人屋啊 低收入房屋啊 甚至乎有些可能巴士飛啊 甚至乎你 擔保其他人來這裡 美國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都是要拿稅表 還要拿最近三年這樣 那所以呢 可能你覺得自己不需要打稅 不需要納稅的了 但是如果你萬一好像剛才我所說的話 你申請一些低收入房屋 要看你收入 要拿稅表看 哦 你沒有的 那或者你是真的沒有報開稅 甚至乎剛才都不幸運 被人的身份度用了 那你這些情況呢 人家一按個機 發現你的公共卡 那些你所申報的東西 和你拿出來的證據 完全不吻合呢 你就真的很無辜了 你應該符合拿一些低收入房屋 申請排隊 或者抽籤抽到你 你加文件你加不了了 那所以呢 其實真的 報稅是非常重要的事 那如果是平時 自己真的不懂得報稅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很頭大 那但是現在有新僑幫忙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需求 你又不是很明白 那但是千萬不要錯過這個稅期 那每一年的稅期 或者是我們今年 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結束 那這個稅期 是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是 那主持人剛才說得很好 稅務是非常繁複的 那我們新僑也都做這個稅務的計劃 都不是說自己做得完 那所以呢 也都是招募一些義工的 那如果大家 就是不一定你是需要報稅 或者你是想去學一下報稅 甚至乎你是已經在中國內地 香港啊 澳門啊 哪裏都好 那你曾經是有讀過會計 你想在美 了解多些美國稅務上面的東西 那就是歡迎加入我們這裏 那就是新僑做這個稅務上面的義工的 那可以有些提供的訓練 就叫做訓練 教你這裏怎樣報 或者是怎樣的稅務的法例是怎樣的 那之後呢 我們就會是 講什麼時候開始報稅了 那我們的訓練 就會是一月份開始 那也都預計了 暫時預定了 那我們一月二十八號呢 這個過了同一年了 那就會是正式開始幫人去報稅 那今年的稅季呢 就不同以前疫情啊 就說會延期 今年沒有延期的 那所以呢 只是去到四月十八號 就是星期一來的 那四月十八號 那所以簡單來說呢 其實這個稅期呢 今年呢 只是短短的三個月多少少 那樣的 那所以大家真的應該要打壓時間 去做稅表的了 那剛才陳生就提到 那一個就說 希望能夠有稅務知識 或者是有這樣的經驗的朋友 能夠加入到新橋 來做這個幫手報稅的義工 那其實呢 如果我是很有興趣去學這個做報稅 但是我又沒有這樣的資歷 那可不可以也都報名來 來申請做這個義工 但是接受你們的訓練之後 你們會不會是有一個 怎樣說的 考核 還是怎樣 令到他是能夠達標準 才讓他做這件事呢 是有標準的 那是因為那個考試 其實做稅務義工之前 是有一個考試 那現在考試呢 就是IRS這個稅局 就是設定的 而且是上網考的 那大家不用怕 因為呢 我呢 自己呢 我們會開班 那我也都因為主要服務的對象 或者我們的義工呢 都是講廣東話 中文的朋友 那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叫做新橋內部的in-house training 就是內部的一個訓練 那就是一月份開始 那就是會教你們怎樣報稅 那你呢 那當然那些看書那些書就是英文版 但是我會用廣東話去教大家一些最基本的技巧 那而且呢 我們這個稅務的服務呢 就是分不同的職位 那因為呢 就是可能一些最新加入來的朋友 那我們會給他一些最簡單的填表的 就是幫一些納稅人呢 就是告訴我們 報稅的時候呢 就有些什麼報 譬如他有一個W2一張 那可能就是數字這樣寫下去 你認得那個W2你寫一字 其他自顧的資料寫一字這樣 那這些填表呢 就是相對的叫做要求就比較低一點 也比較輕輕一點點 那就可以加入那邊 那當然啦 剛才說啦 如果有會計師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稅務律師想加入的呢 那我們就會分配一些比較複雜的情況給他們 那就是不用擔心說 我第一次參加 或者我新移民喔 我只會懂中文 會不會是不可以加入呢 沒有問題的 我們來到呢 都會是一個大家庭這樣 大家會幫大家手這樣 有不同的職位這樣做的 是的 那其實就無任歡迎啦 只要你是有這份心 想幫助社區 和幫助大家 那你都可以來參加 那這個的義工呢 也都有一個規範的一個培訓 可以這麼說啦 那然後你也要通過IRS的一個正規的考核 那才可以去從事這個的稅務 就是幫忙報稅的這個義工的工作 因為涉及到 都是大家的一些個人資料 還有稅務呢 也都是比較嚴謹的一樣工作 也都不可以說有很大的疏漏 那所以呢 相信是在陳先生的帶領之下 因為他本身是稅務士下 非常之有經驗的 那呢 訓練了很多的一些新的助手出來 能夠幫助社區去解決 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裡面 上年都為了這麼多人 幾千人 四千人 四千人 這樣去辦理這個免費的報稅 非常之大的一個工作量 那也都是說 很期待大家的一個加盟 一些的稅務司 會計師 或者你有興趣去從事這個報稅工作的一些義工 那也都可以加盟的 那其實剛才陳先生也說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帶資料來的時候 你提到有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在職的 那可能你會帶一個W2 Form來的 但是如果是自顧 那它又會有一些什麼不同的表格呢 是 多謝你提醒 那今年稅局 稅局其實有少少的改動 那就是 大家都知道 可能以前你開Uber 或者是一些叫做司機 或者是那些叫做送貨 送餐服務 是 你只有一張1099NEC一張表格 其餘那些收信用卡的記錄 就是在網站裡面就抄出來的 那就沒有太多的單張可以拿去報稅 但是今年就有個不同 那你只要在網上收這個信用卡 也好 或者是網上支付的服務 超過600元 其實它就會有一個叫做1099K 這個表格不算新 但是這一種要求是新一些的 那你就必須要將這個1099K 加上你的1099NEC 就拿去報稅 那這些自顧人士呢 我們新移民呢 就有時候都提醒大家 沒有辦法出來找吃 有時候什麼都要做 那你做這些自顧人士呢 就是保障自己的權益 你記住 是保存你的記錄 稅務一些記錄的 那譬如你駕車這樣 那你駕了多少米數呢 那你那個車又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過橋費啊 停車費啊 那些東西呢 那必須要帶上那個證據呢 就是給一個稅務司 報稅的朋友 那他才知道你其實有多少支出 是可以用來扣稅的 如果你說不是啊 我什麼都沒有拿去呢 只是帶著兩張1099的表格 那就拿去報稅 變成你沒有支出 你就很吃虧了 那你就全部你就要打稅 那也都是 其實給多了稅 那稅局呢 不會說謝謝你 因為你自己有權利 你自己選擇 但是你沒有準備好的文件呢 那我們稅務司想幫你呢 因為我們不是做了你的生意 我們不知道你怎麼營運 那所以都是要靠自己 準備好那些文件呢 那才一次過拿去給一個報稅的朋友 那你就報好它 報準確它了 沒錯沒錯 多謝你的提醒啊 那很多朋友呢 都只是以為很簡單 我收入多少就拿一張收入去 但是你知道報稅 稅務司一定會盡量 在合法的情況下 幫你呢 是減免的嘛 能夠省得就省 是不是一分錢都是一分錢呢 那所以呢 真的要帶齊了所有的一個支出的證明 這樣來到呢 是一次過 因為其實已經是很龐大的一個工作 人也都非常之多 如果我們資料能夠是一次過帶齊呢 其實是大家都可以省到很多的時間 那也都對大家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是的 那在我們節目結束之前呢 在這裡我想再請陳先生 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才可以找到新橋服務中心呢 是 那我們新橋服務中心的熱線電話 415-421-2111 415-421-2111 415-421-2111 那也都可以在微信上面 搜尋我們新橋服務中心 那又或者呢 在Facebook 我們面書上面 都有一個專頁的 那可以留言給我們 那也是 那Facebook呢 就是ChineseNewcomers.org 可以搜尋到我們 好的 多謝陳先生 那今天呢 真的非常之多謝 新橋服務中心的行政主任 以及稅務司 陳浩元先生 George Chan 是上來我們熱點訪談 那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就是關於報稅方面的一個事項 那在這裡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呢 那或者大家是 除了這個報稅之外 剛才也提過了 那就是關於這個稅務律師 LITC的服務 那如果我們都可能 最近發覺到 有些朋友就收到稅局的信 可能呢 就其實說一些 不是說太過 叫做 急切性要去處理的問題 那但是千萬不要忽略這個稅局的信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裡面是有些重要的消息 就算十句裡面 九句是沒有什麼需要你跟進的 有一句只要有一句 有你需要跟進的時候 你錯過了日期 那就可能呢 就少則導致到 你應該拿到的錢 拿不到啦 大則呢 你可能要上這個稅務法庭 講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所以呢 真的想提醒大家民眾 尤其是年底呢 很多信寄給大家 那有時候呢 你可能覺得沒什麼重要 但是一見到稅局的公仔 或者加了稅局的公仔 千萬不要丟掉它 如果真的不懂得看的 可以拿過來我們新橋那邊 那我們就有專業民眾給你看 那樣的 提醒大家 因為真的有年底 我們都收到很多信 那不要亂丟掉它 沒錯沒錯 那陳先生再次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忽略一下 對局寄來的任何信件 如果你不懂得看的話 可以帶到新橋 那請大家幫他看看的信 不要當作是垃圾 或者是廣告信 這樣就掉到垃圾了 那有機會呢 會是很麻煩的事情 接下來會發生的 那其實呢 新橋服務中心 真的有很多的項目 是可以服務社區 和服務大家的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今期的熱點訪談 也只能夠來到這裡 或者有機會 我們會繼續請陳先生 能夠再上來我們熱點訪談節目 為大家分享更加多 新橋服務中心更加多的一個服務項目 下次多謝陳先生接受我們的訪談 多謝你的邀請 多謝大家 OK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多謝 拜拜 拜拜